老總統要拿出實現跟前期出婚 國民黨團就好有老青帝 要入行跟離婚以國情報告的形容 又好有大官 做出學憲的破管 老青帝是好有 實現出現前 在阿東不以無人行動 所以是叫民眾黨團這期 在無法令遺固 而民眾黨團就是支持老青帝 共同拜三就要拿實現 各位這款習慣網坡要背刷 總統老青帝說 要拿出實現跟暫時出婚 國民黨團總統報告他 拜批老青帝說 搞立法議做國情報告 是老青帝對人民的情路 也說這次投法官都是民進黨人民 不過應該要是做學憲的破管 民眾黨團總統不想 是說老青帝向在家黨提出 無法跟無人行動的要求 他無法理解 民進黨總統是真的把自己當成太上皇嗎 我公開請教一下賴青帝總統 請問你做這樣子的要求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民進黨團是天羅總統 強調 日落會在第一時間提出實現 他還會批評哪些就是知道 跟技術體制的版本有問題 才會公教批評大法官 對未來大法官會做什麼破管 官見民不願意有笑 但是說會尊重 五種是希望 所有的政議和主黨 可以在現犯法定說清楚 各位這款修法的政議 在民進黨提出實現後 會整理另外一波調查公鴻 記者綜合部讀